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航运业我觉得到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并非不可行 因为毕竟运价持续高涨 而且各航商的获利情况相当的好 展望未来全世界贸易量会持续的扩大 所以此时此刻投资航运股 确实是跟上了投资的主轴 专家提醒风险 航运股市当冲热门标的股价波动大 市场解读建商冒险投入股市 多少受到疫情冲击 和前一波政府打炒房影响进退不得 投资股票当副业不无小谷 建商会这样做当然对于他们的这个 最近的土地高涨 然后要买土地不容易 然后公司呢 短期又没有太多的收入的话 可能就进场到股市里面去做做操作 但我觉得如果长期这样做的话 可能对投资者是一个风险 虽然五月的六都买卖移转动数 全数上扬 年增四成三 创近八年同期新高 但数据反映的是四月房市热矿 六月恐怕激动 接下来还有房市新税制上路 被网友形容为逃命波来了 建商买卖股票先落贷 也算是合理的资金配置 三连新闻照报道